2020年8月4日 圣若汉维亚纳纪念弥撒赌经分享 耶稣说 任何植物凡不是我天父所种植的必要连根拔除 马斗福音15章13节 分享 耶稣要我们明白天主颁布法律给以色列人的原因 是要在败坏了的全世界中 拣选出属于天主的民族 这个民族全按天主法律去生活 不再做反叛天主的人 如此这样的人民就成为世界上已判离了天主的人的一个好模范 成为世界的福源 但以色列却不孝 天主仍是忠信于他许诺给亚巴郎和达位的祝福 给以色列成为救主降生的民族 而耶稣批评法利塞人和经师没有尽他们做天主子民的模范的责任 反而是歪曲天主法律的宗教领袖 以人的传授去取代天主的法律 只是空口讲天主的法律 自己不去遵守 更误导人去做非天主法律本意要求人行善的原意 却去做一些只顾私利的罪恶事情 这种宗教领袖和他们的追随者 就不是天父所种植栽培的好数 因此基督徒若不认真去了解天主的法律和遵行 就成了瞎子 因着恶表更做了其他不懂天主法律的瞎子 一起堕入罪恶深渊 最后被再来的基督判刑受永罚之行 因此基督徒必须知道要洁净心灵 守天主诫命 天天领受圣言 做光明之子 领瞎子离开险地 归依基督 使他们也因圣言而复明 马斗福音十五章一至二节 十至十四节 圣勇第102篇说出天主要重建西雍 更新已败坏的以色列人 天主的光荣就在于他的美善 天主借耶勒米亚先知 告诉以色列人因为犯罪而该受惩戒 但仁慈的天主妾怜悯他们 改造他们 拯救他们离开罪恶 耶勒米亚先知书三十章一至二节 十二至十五节 十八至二十二节 天父 你曾使圣若翰 维亚纳在木林工作上 具有超重的热忱 求你帮助我们效法他的榜样 并赖他的带导 以爱的感召众人归向基督 来日也能与他们共享永恒的幸福 因主耶稣基督之名 阿尔门 罗碧晨 罗碧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